今天保衛生 都一直潤 你現在看到稻子上面是有斑點 看到那個斑點 其實是有被感染到隧道熱病 有荷肥也潤 磅水也潤 今年稻子病 真正我們這裡真正是很嚴重的 這塊田就是在葉子還發育的階段的時候 葉子就已經種過葉稻熱病 本來一家棘可以收15000塊 現在只有3000塊而已 要怎樣 總是這樣 沒辦法 所以我們做適合 都是要看天吃飯 去年這個天氣 真的稻熱病真的很嚴重 其實我們的做法應該要更精進一點 這麼好的地方 這麼好吃的米 應該要把它做好一點 大哥等一下我們先兩個夜色 再兩下高度 讓我們做一下拍照的紀錄這樣子 那在第一次到座結束之後呢 我們就會把這樣子的紀錄去跟農民去討論 你什麼時間點做了哪些事情 然後最後的成果是什麼 那我們要怎麼樣來回頭改進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科學 跟科技的一個方法面向上面 可以幫助農民在栽種上面解決他們的問題 那這瓶就是新的種菌 科學是一套邏輯的思考觀 它不是只有在實驗室會發生的事情 它也能讓我們帶進天區 去幫忙農民解決他們的栽種問題 對 老闆 租車 一個月又來一次 對 對 老闆他常來喔 對啊 一個月至少來一次 有的時候來兩次 兩次 對 哪一塊田它有沒有得過倒熱病 其實是要看全程的 就是我們的田區分散在各地 那我們就會到處去 那我們當我們看到這個田區的病徵 是很有意思的 我們都會做一個影像的紀錄這樣子 這當作是一個有趣的觀察室 一個實驗過程 然後我們就來看 這邊的田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就很有趣 每個月都要穿越半個台灣 從新竹來到花蓮玉裡的佑仁 是清華大學畢業的奈米工程博士 畢業之後 佑仁沒有成為一名工程師 而是選擇創辦了社會企業 原配農房 成為一名穿梭在田野間的農田科學家 大哥那這塊田啊 你大概預期它的產能 大概有多少 產量你覺得會有多少 差不多我們以這樣的做法的話 是在六七千今年啊 六七千 你是說一夾六七千這樣子 差不多是這樣 今年的稻熱病嚴不嚴重啊 哇 今年最慘 今年最慘 有比去年還慘嗎 慘慘慘 怎麼說 因為今年的氣溫都不一樣 忽冷忽熱 忽冷忽熱 然後最重點的是 今年太早擦秧了 那這次來玉裡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第一期到做已經要收割了 那收割之前呢 它的檢驗應該要是 沒有農藥殘留的 那所以呢 在採收之前呢 我們就先來採樣 現在就在採樣嘛 對 我們就隨便抓 我們等一下沿著這一排 先趕快採下來 然後採樣之後去送驗 那如果它是符合運收標準的 那這時候這些米就可以去拿去服務給 特殊的要吃這些飯的人 就是採樣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們來玉裡來做這件事情 大哥等一下我們先量個葉色 那我們現在用葉色板先量 現在是葉色在三到四之間 好 大哥你幫我拉一下皮尺 幫我拉一下 差不多一百公分 台梗十六嘛 對 對 差不多台梗十六 2019年 誘人有感台灣有機米的比例偏低 因此選中了台灣稻米產量最大的鄉鎮 花蓮縣玉里鎮 與當地的農民合作 開始一連串的農田記錄與分析 希望能夠在友善環境的前提之下 找到更加有效率的種植方法 鼓勵更多農民轉型種植無毒米 我們這次的米其實是要給特殊病患吃的米 然後呢他們都會希望說他們所吃的東西 對他們身體是有益處的 哲大哥 你看這個米的品質怎麼樣 有機耕種他們常常會有這種所謂的病米粒 所以我們待會上去的時候 再做涉選選別的時候 第一個過重選把這些睡米粒挑掉 然後它那個 可是在台灣只有百分之五的農民 是願意去做這種所謂的無毒米這樣子的東西 那我們想說我們能不能去提供給他們 比較健康一點 然後呢比較安全一點的糧食 農業其實有很多事情 不是只有單純的生產糧食 而是說它其實是有很多的 對於環境上面的這樣子的一個保護 其實是有價值的 農業其實是人類社會 在經濟體系裡面 它最早的環境破壞嘛 那如果你可以把這一塊 盡可能的能夠降低 它對環境的破壞的話 其實就是對我們是很友善的 你對環境的永續就是減肥減要 這這樣子的栽培方法 其實是相對於我們的食安的要求來講 它的風險是比較低的 所以這兩項搭在一起的時候 就變成是一個非常好的 永續的選項 在獄裡推廣無毒栽種的劉承仁大哥 因為堅持無毒栽種 又熱心協助科學實驗 成為誘人在獄裡重要的合作夥伴 面對盜熱病的衝擊 劉承仁大哥堅持不使用傳統農藥 因此不停地找尋替代方法 進去 小心 不錯啦 沒有噴藥這個成績 可以了啦 沒有噴藥 這是我中過最差的一次 沒有啦 這大環境 這一期真的 氣候異常 不能怪農民 實在是很不好 一些以肥的控制制裁 被它賺了不少 找不清楚 其實 跟做方式 下一會兒要稍微變一下 這樣子是不行的 層面很高 雅鈴酸要提前用啦 對 雅鈴酸不是發病茶來噴 那個就要早一點噴 前期土壤的處理要趕快做啦 然後再過來就是 大概在三十天的時候 二三十天的時候就要開始處理了 然而 2019年到2020年 台灣各地的稻子 紛紛染上了令許多農民 束手無策的稻熱病 導致全台稻米產量銳減 而用人也積極地運用科學知識 陪伴農民 在無毒種植的前提之下 尋找解方 我每次大概就抓有問題的地方 相片的拍法來講的話 像這個就是明顯空包彈 那我在上傳在註記的時候 我就會把我的那個標籤的名字 又取叫做空包彈 那就代表說這張相片會有一個明確的事件 那我們來到玉里這個地方是第二個年頭 那我們不斷地觀察 到底這個地方有什麼樣的原因 其實會讓稻熱病會特別的嚴重 為什麼稻熱病的嚴重會一直沒有辦法解決 那當然我們想減緩的話 當然要對症下藥 誘人強調科學農夫 除了引入新的技術以及儀器之外 其實是要引入科學實驗的邏輯 協助農夫發現田間現象 如何進一步地找到原因 才是科學進入農田的重要關鍵 我們這樣子的一個紀錄 其實需要農民時時刻刻在他的田區裡面 能夠去收集他田間的資料 那我們在當地的農民朋友 其實像比如像劉大哥 很有經驗的生態觀察家 但是也因為他觀察的現象跟資訊非常多 那他們如果沒有這種所謂分析跟研究的經驗的話 其實很不容易把這些事情化繁為簡 來解決問題 大哥大哥 這個你準備好了嗎 有 對 你要送電 好 其實跟圓面龍堂那個 學人在這邊合作的時候 因為有一個背後的理念 就是我們可不可以不要用農藥 然後能夠讓這塊土地 能夠很健康的一個持續下去 你要做科學實驗來講 它需要一個工具 那這個工具來講的話 它背後要有一個專業團隊 那這個專業團隊 其實又要跟我們現場 農民這邊事實上是可以契合的 是可以溝通的 喂 喂 喂 所以你現在已經到玉尼了 對啊 已經到了 了解 所以你等一下就要直接去 劉大哥那邊 幫他處理關回軍的事情 沒有 可能要明天吧 那是先去看一下 周邊田區的狀況 然後我剛才約明天 喂 香菱 大姐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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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幫我準備飲料 對 那個 涼麵還有嗎 還有 幫我準備涼麵 看看那個 阿滴咧 阿滴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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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謝謝 太好了 太好了 他今天吃什麼 今天吃好料 今天吃好料 好喔 太好了 太好了 他是常常來嗎 對啊 他只要來 玉尼都會來對不對 對 這是他的那個 後花園 來到玉尼兩年 誘人的努力 讓他結交了不少朋友 也讓他感受到 為何當地人總是說 玉尼的土地會黏人 而為了將新的觀念 帶進玉尼 誘人也不停地切換角色 除了學習傾聽 也學習以更加平易近人的方式 與農友溝通 讓更多人願意嘗試科技新知 誘大哥 等一下要養光和菌 太好了 而他的努力 也讓他在當地 慢慢地找到歸屬感 OK 好了這樣 對 我們 我先跟你說 這一瓶是培養機 這個就是給光和菌的食物 那這個我已經經過高溫滅菌了 所以裡面是很乾淨的 那我們就會確保裡面 沒有其他的微生物在裡面 那這瓶是 已經在實驗事情存化過 然後再擴培的這個光和菌 這瓶乾淨的RO水 我們就倒一點出來 是 然後加上這個培養機 然後再倒一點這個存種的菌液進去 那這瓶拿去曬太陽 就可以了 OK 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那這瓶就是新的種菌 那這樣子的狀況 就拿去曬太陽就可以了 然後等它曬到 像這樣子是深紅蔓越莓質的顏色的時候 代表說這瓶種菌已經養滿了 OK 好 那就這樣子 然後那邊去曬 好 沒問題 OK 我們希望能夠合作的農民 大概有兩個類型 第一個是你想要完全無農藥栽培 對 然後你想要技術精進的人 然後也有另外一種的是 我原本是做我們所謂傳統 中藥種肥的農民 可是我很想轉型 想要做減藥栽培 然後甚至減藥栽培之後 賣相無藥栽培的這些農民 都是我們合作對象 我現在黏米這些出來有很多這個稻殼 它這上面很多稻梗 我這邊因為有基田 我這邊有基耕作人比較多 還有就是 你看這上面很多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對 對 之所以那麼多的蒼蠅 是因為 還有一些 米糠類的東西 它將會出來 那我們當地在合作 像劉大哥的合作 那他其實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人 因為他是玉里人 然後他對這塊土地有熱情 然後在很早的期間 他就已經開始推行所謂的自然農法 然後他也學過KKF 然後呢 也用了這樣子一個自然的農法方式 去栽種他的水稻田 這樣的農民在哪裡 其實在台灣很少數 因為我們的有機的耕作面積 從我們的政府統計數據有 登記也不過是5%到7%而已 那其實像這樣子的人的特質 一定是對環境的關心 跟對別人的關懷 遠勝過他自己 那其實像這樣子的農民 事實上是很不容易遇到的 好啦 科學實驗本來就是很麻煩的事情 可是你沒有去做這些東西 就沒有以後啊 就沒有未來啊 所以你一定要去從這個方向去 從這個地方開始著手下去啊 作為中生代的流程人大哥 自認要承擔起乘上其後的責任 他除了開設有機年民場 更投注心力與用人合作 藉此鼓勵更多老農 加入科技農業的行業 同時希望透過更開放的諮詢交流 降低新手農夫的摸索門檻 提升青年返鄉的意願 我們第一遍實要打出的話 我們就用六 開這個耕耘區 他轉彎有什麼技巧啊 有啊 他第一個技巧是前面喔 他的車 然後你轉彎 為了停梗 我們後面有一個那個 我們叫做日語叫做羅達里 回來的原因是第一個是 因為我爸爸他身體狀況也不好 所以我回來是幫他 就是讓他身體負擔不要這麼大 第二個原因就是 我想去繼承我爸爸的耕種方式 因為我們家耕種方式 其實跟別人不太一樣 也是有點像劉大哥的自然農法的感覺 因為現在很多食安問題 看不到了 所以必須我們這些農人去堅持這個問題 讓很多人可以吃到很安心 很安全的一個食品 我們知道說科學 如果留下這樣子的一個經驗 可以被傳承 那他就可以影響非常多的人 那我們知道像玉里這樣子的地方 總共有3300甲的耕地 這其實是稻米的一個主要產區之一 如果我們可以在這邊 擁有更多的農夫朋友 然後願意跟我們分享他的經驗 願意透過我們的服務來 解決他的問題的話 那我想我們就可以 可以陪伴著很多的好農夫 然後再吸引更多的好農夫加入 然後讓這邊的稻米產業可以蓬勃發展 除了請第一線的農夫 協助拍照進入農田狀況 誘人也在玉里架設起氣象站 希望透過資訊蒐集 能夠更加全面地找到對重下藥的解方 你會看到那邊有風向風速 然後有雨水蒐集 然後有這個太陽的光照度的量測 然後有無線電傳輸模組 然後有溫度跟濕度的這樣子的一個模擬的一個空間 就可以告訴我們的完整的天候資訊 有了這樣子一架 這種有物聯網功能的氣象站的時候 就可以讓我們在遠端 即便我們人不在玉里 或者是我們在別的地方出差的時候 我們隨時都可以知道說 這邊的天候狀況是什麼 像這兩天就是這天突然的熱 然後你看這天是隔天的軍溫 它就糊完的冷 所以你看它的落差 就是熱跟冷之間 熱跟冷之間就會有一個很大的拉扯 那這種就是要注意天候是不是有特別的地方 那它在耗發的時候 事實上差不多就是在三月到四月的地方 如果發生氣象異常的時候 我們要告訴農民說 什麼時候要做房子 所以我們收集起來所有的氣象資料 可以幫我們做總和判讀 農民你看 它都拍這麼漂亮的水道給你看 對 那基本上你就不容易看出來說 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因為農民覺得拍照 就好像就是等同一炫耀 我們是可能會希望 可以找到就是這塊田的癥結點 然後馬上去 對 去反應去改善 然後他們會覺得說 就是做一個很漂亮 很固炫的紀錄 這群遠在新竹 來自不同背景的農田科學家 也開始集思廣益 進一部分析比對 試圖找出問題的癥結點 回應農民們的困惑 並且想辦法找出改善問題的用因 我們平常就是用線上方式進行 團隊成員其實很多元 有農學背景 有設計科系 然後有理工科系 所以我們會從各自的角度裡面去提供一些回饋 還有一些我們自己的想法 這樣子 我是今年的實習生 那我在念服務科學研究所 其實一個好的研究設計 它最主要就是要提供一個優化的體驗流程 我聽有人講說 在這個團隊裡面 其實有做很多關於永續農業的事情 然後也跟很多農民接觸 那我覺得這可以用在我所學上面 然後更好地幫助農民 出身農家的幼仁 因為有感土地對生活的影響 在就讀清納的時候 與當時化工系的尹家 共同創立了以農業科技為核心的原配農房 這也是台灣第一個 以永續農業為核心理念的社會企業 同時也鼓勵了其他在校學生加入 透過各自所學的專長 為傳統農業開啟更多的可能性 2020年7月 劉承仁大哥即將播下樣苗之前 誘人前往了花蓮婦裡 希望透過農業循環的方式 能夠取得碳化稻殼 藉此改善土質 來預防下一期的稻熱病發生 這類的碳化的 以生物碳的成碳來講 它大部分是屬於所謂的熱裂節 熱裂節 熱裂節 我們連續兩年遇到稻熱病這樣子的問題 那其實它會跟狼土有關係 那我們就發現說 其實你要增加狼土有好的特性 可以保肥 然後可以能夠提供一些必要性的養分的時候 我們發現碳化稻殼是一個很好的制裁 所以我們就想方設法 用了各種方式去詢問哪裡有碳化稻殼 那我們就發現說工藝院理博士這邊 其實是有相關的技術 然後設備 那所以我們就想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跟他來取得這個碳化稻殼 然後呢到劉大殼的田裡面去做實驗 稻殼的碳化之後我們可以看到 像它這個成碳率都很高了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比較不會像一般來講都是粉這樣子 我們摸這個狀況 你按下去它有碎碎的東西 它會碎碎的東西 基本上它已經是百分之百成碳了 那這個其實在田裡面打進去 對農民其實幫助是很大的 是因為它的多孔吸率 所以它裡面可以吸附很多 包括像是維生物啦 或者是一些礦物質 或者是一些我們的這些肥料 可以吸附在裡面 所以對農田來講 就是它具有一種保肥的 保肥的功能 由於東部運輸成本高 在東部年米之後所剩下的稻殼 往往只能夠作為農業廢棄物 工研院為此著手研發了稻殼碳化技術 讓原本被視為是垃圾的稻殼 成為改善土質的秘密武器 我們先從這一板開始下好了 生物碳本身它是一種永續環境的一種行為 那最主要的是它把農業廢棄物 變成是一種支援的一個行為 讓這個廢棄物能夠永續的循環 這邊大概下兩包就好了 大哥那我們就往那個大的走好了 這套系統最重要的是要跟地方的創生去做結合 那麼過去我們在做地方創生 大部分是從文化的角度去關心 那麼事實上要提升地方的經濟 希望能夠有技術的導入 讓地方能夠擁有這個技術 因為我們平常是在做無人機 在農業上面的檢測跟研究 那我們就要把無人機裡面的技術 把它移到自走車上面 它變成自走方向車 像我剛剛就在設定它要走的路線是怎麼樣 然後透過衛星訊號 它就會跟著這些路線去走 傳統的放漾的話 我們需要的人力跟時間都會比較長 那如果像是有這種自走車自己放漾的話 它會自己走到定點 逼一聲 然後我們就在這邊確定我們的點 那這樣時間就會短很多 而且不管白天夜晚 GPS不受影響 七十公尺 現在拍得下嗎 七十公尺 這樣看得到嗎 很明顯 很明顯 為了吸引更多農民投生有機栽種 誘人結合了中興大學揚明的教授實驗團隊 帶著無人機進駐玉里 以衛星定位技術 結合了碳化稻殼 匯出熊掌田 藉此吸引更多農民的目光 也希望未來能夠以此成為玉里的觀光資源 對於誘人而言 這一切的努力都是希望能夠為學界與農業搭起橋樑 讓知識能夠走入田間 被實際運用 其實我們是第一次來到玉里 這個地區跟農民一起合作 基本上我們會分為所謂的實驗組跟對照組 就是實驗組的部分就是會有放 所謂的稻殼碳 以及噴灑所謂的稻殼處域 那進行所謂實驗的對照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玉里 這邊第一次的一個實驗田區的一個示範 那希望未來能夠將這個技術跟方法推廣到玉里 或者甚至更整個花東的有機栽種的一個部分的水稻田區 我這邊是種水稻跟芒果樹 如果這個實施真的是很好的話 希望我們普遍性我們議題真的可以有這麼多的農民 去接受這一些的方式 原片農場其實一開始在設立的時候 其實就是做所謂的循環經濟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最重要的使命應該 是要把這些永續經濟的資材 怎麼樣能夠帶到農田裡面去 去讓我們的土地可以好好的利用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當然也希望說 其實這樣子的連結可以促成更多力量 來跟我們加入我們這樣子的一個計畫 然後呢繼續能夠把它推動下去這樣子 從當初誰也不認識 只希望能夠推廣友善種植而來到花蓮域裡 到今天每個月橫跨台灣 東西兩邊三百多公里 誘人一直嘗試將新的觀念帶進玉里 而他的努力也讓他在當地 慢慢找到了歸屬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